国立花莲高农举办百年校庆运动大会 30多个班级700多位学生在太阳露脸的上午 各自创意装扮进场 今年花农在全国农科境域的竞赛当中表现卓越 随后是由学生代表把获得全国第一的食品加工团体奖 农场经营金手奖的荣耀 和县长徐正卫还有校长梁宇成一起来分享 国立花莲高农10日举行百年校庆运动大会 由校长梁宇成主持 30多个班级700多位学生各自精心装扮进场 太阳露脸的上午 全校师生在运动场上展现活力 包含县长校友等出多贵宾斗力林参与 为同学们加油打气 要坚持要努力 要把运动场的一个拼近 把运动场的一个毅力跟全力 我们运动会完之后 我相信所有的同学应该有所体悟 要把这些的态度跟精神带到我们的课堂 带到我们的实习场 我想我们所有的花龙的同学 都是一位隐文隐武的花龙人 记得校哥里面我们有一句话 努力前进 前进无边 我想同学会把这个校哥的一个精神 云地在心 发挥的淋漓尽致 我们的校徽是稻税 我们的校徽有蜜蜂 蜜蜂除了辛勤工作以外 蜜蜂还是最好环境的 环境的维护大使 我们就要像蜜蜂一样 重视我们的环保大地 重视我们的饮食安全 重视我们的食物 以及食品的精进 而像蜜蜂一样 努力的工作 努力向前 发展农业 大有前途 只要我们跟着 老师跟着国家的政策一起走 会发现 每一个人的力量都很大 运动大会 由田径队同学张伯雅 代表运动员宣誓 并颁发服务年资30年 等五位资深教师 及席恩奖学金颁发本学年度 全国农科技竞赛 用多两座金手奖 无座优胜的选手们 与指导教师奖励金 记者讲方言 华林氏报导 请不吝点赞 感谢观看